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謀 今年3月出席 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訪台晚宴 看得出半導體奏負地位 依然舉足輕重 而最近他也在美國智庫 布魯金斯學會上 再度談起全球半導體發展趨勢 縱橫業界60多年 張周謀一語道破美國發展半導體劣勢 不但缺人才而且成本高昂 暗示美國想在本土製造晶片 絕對是徒勞作為 而話風一轉他也提到自家集團 去年宣布要在亞利桑那州 新建5奈米廠房 需要再增加它的補貼以外 上游的供應鏈都要一起照顧 儘管美國砸下520億 推動法案 想鞏固本土半導體產業 但是短期內 還是得靠台積電生產晶片 但日美也提出警告 認為各國政府 積極向台積電招手 依賴單一廠商 屆時台灣地緣政治風險 反倒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隱憂 我認為會不會有任何戰爭 坦白說 如果台灣有任何戰爭 我認為美國會不會有任何戰爭 如果沒有戰爭 我認為努力增加 將中謀再度開進口 點出半導體產業現況 台資電領先全球的優勢 各國在短期內恐怕難以超越 歡迎收看郭思文 陳明珍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